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琪 我是Karlene 今天大家的FF都不在 所以今天是旁述訓練班 正確 本人是第一次講多多自教 我們現在是香港5月20日 Premier Challenge超級挑戰賽的8強 因為今天人數超過16個人 所以今天有TOP8 但不夠24個人 所以TOP8輸了的是沒有分 各位玩家準備 5 4 3 2 1 比賽開始 剛剛介紹了 我們現在期待一下陣容 好 首先看看右邊傑仔的陣容 就是一個 一個羽隊加上一個非天堂巨鉗螳螂做保護 會有兩隻Mega手 會是雙Mega還是巨鉗螳螂有其他道具呢 因為基本上羽隊巨矫怪是綁定Mega石的了 另外還有一隻啟暴龍 KDMC那隊呢 繼續都是他最喜歡的卡比獸 大嘴蛙 Nelle 支揮星 暴露菇 還有一隻陶陶犬 跟上次不同 KDMC應該都是 他的支援精靈去支援卡比獸做強化 譬如說 陶陶犬 就什麼招都學到 暴露菇 就有些 麵粉 露粉 不知道 很多粉 那VIRZO那邊呢 應該是高速控制的隊 皮哥你對他們兩隊的Match有什麼看法呢 我比較有興趣的一隻啟暴龍是什麼配置 因為他這隊 都很多隻適合大設計 對 對 GAME聲 GAME聲 那 對 其實啟暴龍在這個100規就比較少見 那他們兩個選了精靈了 現在八強就開始了 好像很疼 對 對 不是啊 沒有畫面 對 那 傑仔就出了這個 次驗 咆哮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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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對 那KDMC呢 KDMC呢 KDMC呢 就出了淘淘圓的自揮星 這樣看來這裡可以揭曉巨劍 究竟是不是Mega 那如果不是Mega 可以是什麼道具呢 那我們 咦 淘淘圓就出Fake Out 拍了巨劍螳 嘩 還點擊 那傑仔就揭曉巨劍進去自揮星 那就應該會被自揮星開出Worm了 那傑仔要看一看 要出哪隻 因為其實KDMC都很大機會出這個氣片空間 好啦 這套傑仔呢 就換了大嘴勾上來 看來就自揮星 將會開這個氣片空間 那就看他開完氣片空間之後 他這堆小兵 會做什麼動作 來等隻王上場 嗯 那但是淘淘圓 我們就不知道他是什麼道具 那 因為淘淘圓通常 來來去都是幾個道具 要是速尊 要是一血巾 或者是心靈藥草 那當然也可能有其他道具 玻璃色無二代 那現在看到其實 傑仔手法 開COCO 很可能是想擋這個 屠屠犬的蘑菇包子 而且值得留意 這個巨劍螳螂 是有子彈拳的 在希空之下 都可以先出招 我巨劍螳螂用了手 那但是兩邊的精靈都沒有換手 哦 那傑仔呢 就相保護 打算拖走這個chickworm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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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嚇到 我真的嚇到 嘩 嘩 好 驚訝 很快 嘩 我們見到KDMC的屠屠犬 是用這個斷頭鉗 那斷頭鉗呢 就是一招一擊必殺的招式來的 那就會有30% 就會令到對手馬上死亡的 那再加上這個自揮星的號令呢 那就可以有兩次一擊必殺機會 那即是 那 阿薇哥 你知道兩次一擊必殺 隨便一次中的機會是多少呢 不知道 你告訴我 我計數很差 哦 沒關係 是啊 那 那 斷頭鉗的命中呢 是30%的 那 所以換言之呢 如果兩隻都不中的機會呢 就是 一減30% 再二次方啦 那即是49% 是不中的 咦 但是這次換走了 換了卡比獅出來 沒有號令 好啦 終極BOSS出來了 不玩東西了 哦 巨主界都出來了 Anchor 失敗了 究竟會怎樣 暴風 會不會混亂呢 沒事的 是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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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是想令到這個 巨劍螳螂就Anchor保護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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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d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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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KDMC的鴻鴻圈弄了變身 那現在呢,又由一隻大魔王變成兩隻大魔王啦 真實的大魔王已經退了一場了 那這個魅儀的大魔王會怎樣呢? 非常多驚喜啊,這場 想不到50是這樣的 那這個時候呢,KDMC就出了大嘴蛙 不是大嘴歐,大嘴...威嚇特性發動 那如果大家有看,有機會可以學到這個自我暗示 那大家要看看怎樣 嘻空都差不多完啦 那如果自我暗示完呢,大嘴蛙就可以用這個特集 那傑仔到底會怎樣處理呢? 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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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呢,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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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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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嘴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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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不知道大罪歐是什麼道具主 大罪歐是沒有用到大閘的 大罪歐沒有用到大閘 這個時候閘了卡比獸 大罪歐就用岩斌 哎呀打不中大罪歐 好啊 不過巨鉗螳螂就被KO了 現在蠍仔還有三隻精靈 因為現在天氣不是下雨 所以沼怪上來 不過也可以用地震 那就要看看KDMC最後那隻是什麼 是嗎?是指揮星 可以再開櫃 看看能不能開 因為現在沒有下雨 所以就沒有雨天加上 那大罪歐應該不會是Z機的 如果有都幾驚喜 那這套大罪歐會不會做一個保護 去給自揮星開這個欺騙空間呢 還是直接攻擊呢 看看蠍仔怎麼讀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大罪歐這個血量 就比較尷尬 哇一個突襲打到大巨腳怪 一擊KO 因為已經自我暗示了卡比秀的能力 那這個時候呢 還有暴風打到指揮星 指揮星是沒有死 不過混亂了 看看混亂會不會什麼 會不會出門呢 是打不到 哇 那是KDMC那隻指揮星是混亂 是都還能出到 氣變空間的 那現在大嘴蛙就應該壓制對面了 好靈 暴風 好了 現在蠍仔就放了最後一隻Coco 出來了 但是現在仍然不知道他什麼道具 就是 兩隻都是啊 是啊 那這個時候呢 就看一下大 Virgil那邊的大嘴歐有什麼招式 那 譬如說大嘴歐是有機會可以學到這個Y格 那就可以 不怕這個暴風的 剛才出過的 不知道有沒有啦 總之大嘴歐是學到 那我們看一下KDMC教練招 沒有出Y格 那兩隻有沒有保護 那Coco就是這樣 那我們看到呢 大嘴歐的道具是一血斤來的 那這個時候看看號令成不成功 是成功號令了 那所以大嘴歐歐 就可以 那可能會miss的 沒有miss到的 那 那傑仔的精靈呢 就被人消滅了 那所以KDMC呢 就贏了第一場 那經過這場 那那經過這場之後呢 就淘淘犬就暴露了三招出來的一個千露 是沒有這個蘑菇包紙的 那也都看到Coco第一場 好像沒有什麼作為 那到底傑仔第二場 會不會收起Coco呢 那是KDMC這邊的六級功 非常之恐怖 那我們看到Vergil呢 剛才就 雖然成功混亂了指揮星 但是指揮星兩次都出到招 那其實KDMC如果 如果 不過不是的 如果有一次 應該主要是開到Chick Room 如果開不到Chick Room 那KDMC剛才呢 就應該會 輸了 因為 他跟著 混亂出不到的話 就會 指揮星就有機會死了 那跟著又閘到大嘴灣那裡 那大嘴灣就是這樣 那現在第二場就開始了 那我們看看他們出什麼手法 那你怎麼樣 啟暴龍如果是夢突的話 我就覺得對他 比較有些希望 會有一個空間做這個輸出 那這裡看到KDMC呢 又是再度出了 屠屠犬和指揮星 那傑仔就是Coco 和巨鉗螳龍 那跟第一場的手法 是一模一樣的 那其實KDMC剛才第一場的時候 已經出了四招了 那屠屠犬就沒有Fall Me 又沒有Spore 所以就很明顯就會用Fick Out 嘩這個時候 Vergil就用打雷 那電場加成 嘩麻痺不賣 30%的麻痺 嘩今天Vergil真是很幸運 嘩然後指揮星麻痺就開不到Chick Room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KDMC開不到Chick Room 再加上這個血量呢 那就有點麻煩了 開不到Chick Room 那後面如果跟上一場一樣 都是卡比秀和大嘴蛙的話 都幾難處理 鷔仔在這裏拿到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那隻指揮星其實現在應該就沒有什麼用了 就應該會追著它來打 那如果空間開不到的話 那KDMC都會比較難打 這個雙方都非常清楚 我們看看KDMC現在會不會有什麼對策 嘩!這個時候自揮星用交換場地 交換位置 那屠道犬和自揮星的位置就不同了 但是這個時候他就出了 嘩! 哎呀 這個時候Koko就用閃光巨蟹堂兩者重咬 但是他集了自揮星的位置 自揮星剩下1HP 但是還要出來 威嚇了 降低了巨蟹堂的攻擊力 但是自揮星剩下1HP其實也沒什麼用 不知道 那其實可以看到桃桃犬如果沒有大魔王在旁邊的話 那個作用其實真的不大 另外我們發現一件事 Koko出完招之後就扣了他的 所以他的道具應該是命慾 他又出了閃光 打雷 這個時候我們看看他出了什麼招 大罪蛙首先是Mega進化 又變回大力士 不過問題是 現在電場開著 Koko打雷打中了大罪蛙 其實有機會輸 咦! 用霧樹齒 都很痛啊 因為有電場加成 再加上這個道具命慾 那麼 Viddle就收回他的東西 那我們發現了一件事 KDMC的自揮星 這次是沒有交換場地的 那會不會只是按TRACK WOM 那要看看阿傑仔 那隻巨劍堂囊 做什麼啦 因為換了出來之後就是巨劍堂囊 動 那現在大罪蛙出來了 巨劍堂囊是用什麼招 色目五代巨劍堂囊是用什麼招 是用蟲咬 咬到指揮星 這樣就開不到TRACK WOM 接著就到大罪蛙動 大罪蛙直接一個欺漏打到大咀勾 那裡 一血筋就出來了 這個道具 那這個 速度優勢仍然在傑仔 但是 大罪蛙就扣了一個特集 可以威脅到這個大咀勾的 是啦 但是巨劍堂囊有隻蟲咬 就很輕鬆地咬走卡比秀的樹果 其實KDMC就很難搞啦 那 我們 大嘴蛙突襲 因為現在沒有這個自我暗示的BOOSTING 所以就應該搞定不到巨劍堂囊 一半都沒有 這個時候鹽水 鹽水的效果就是 當對手的HP在一半以下的時候 威力就會乘2 原本的威力是65 乘2之後就是110 威力是跟非常之高 如果我高過熱水 低過水炮少少 不是 水炮都轉了110 卡比秀被人咬了樹果 那就搞定大罪蛙了 我想問一下 如果被蟲牛咬到樹果之後 它回收還會不會回收得回 是回收不回的 所以 如果咬了也可以回收 因為咬了 因為咬了樹果 就變成巨鉗堂囊用 回收利用的效果 是自己用過的道具 才會回收回來 巨鉗堂囊用了 當然他回收不到 這個時候那個又打雷了 嘩很高傷害 是 卡比秀這裡 可以說遇到他的黑星 從咬了他 從咬了他 好 恭喜健仔 拿到第一場 拿到 他第一場的勝利 現在比數 追到1比1 就看第三場 兩位選手會如何發揮 很多招式和道具 都 逢了頭 兩位選手 心底都很清楚 我們另外一邊 有一張桌子 有一個非常激烈的 Voy Sir 對Alvin 他們兩個 285分 贏了今天的PC 就可以去細賽 有結果 Voy Sir 是 輸了給Alvin 所以 Voy Sir 要下次再來打PC 希望Alvin 可以打到決賽 今天贏了 就可以去到細賽 我們再說一次 他們兩個 左邊 KDMC 卡比獸 大嘴蛙 桃桃犬 Lelle 暴露菇 和 指揮星 而右邊 Vergile 是 Coco 樂天河童 大嘴歐 巨絞怪 巨鉗螳螂 和 啟暴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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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說他們出門 KDMC 這兩場 Lelle 和 暴露菇 都沒有出過來 這場 會不會有機會出現呢 嗯 都很難說 都很難說 啊 啊 他兩個的配合 那順便說一說 現在 KDMC 就有97CP 那 Vergile 就有194CP 那 所以呢 其實呢 他們如果 如果今天 他們 入了四強那個 那 KDMC 就會超過100分 Vergile 就會超過200分 那其實 因為今天拖八沒有分 所以他們兩個 這一場 對他們來說 都很重要的 因為 如果 KDMC 今天拿不到分的話 他就算 Regional 贏了 都會 297 那 而 Vergile 都是 差少少200 那 KDMC 和 Vergile 的手法 就跟剛才那兩場 一點分別都沒有 對 就是 兩位選手 三場都用同一個手法 三場都是 用這個 Fake out 而大家的 而第一回合 大家的動作是一樣的 就是 Fake out 不過 今次就沒有麻痹了 同樣 他都是 Fake out 巨蟹螳螂 然後 Coco 打雷 不過今次 自揮星就沒有麻痹 所以其實這個不是 replay 這個是第三場 現在 Chick Room 就成功開到了 不過自揮星可以做些什麼呢 熊玲 短頭台 我說的 我們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好像皮哥那樣說 是這個 熊玲加這個 短頭台 真的短頭台 哇 中了 短頭台 打中了 哇 啊 啊 啊 然後還有第二下的 段頭台 第二下的段頭台 第二下的段頭台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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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中熊玲啊 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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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才呢 就打雷擊一下 妖精閃光呢 就剩下1HP 但是今次呢 就是 今次呢 那隻 指揮星就死了啦 那所以KDMC呢 就可以換他的 換他的 換他的精靈上來了 那 很大機會是這個 大魔王卡比獸啦 然後再做一個變身啊 啊 或者可能斷頭台 那下 看看還不中 不知道呢 欸 我覺得還一下已經賺了 再試下去 太貪心了 是啊 那這個時候 KDMC 就如阿皮哥所說 帶了卡比獸出來 那這個時候 Virgil就出了大罪勾的 對 那但是留意啦 因為大罪勾的道具呢 是這個 Focus Edge來的 那就算 大罪勾中了一段頭台呢 因為他滿血的 所以都會剩下1HP的 那所以就 對啦 所以Focus Edge 對於一擊必殺技來說呢 都是 一個黑星來的 那如果這裡 他要肚皮股再變身的話呢 那就是他需要一個回合時間 來到暖開的 那傑仔會不會把握這個回合 去做到一些東西出來呢 有可能會 襲死其 襲火其中一隻 是啊 那這個時候 KDMC爭取機會 就用好皮股了 那很大機會 途道遠又要開變身了 是不是變身呢 對了 那傑仔會做些什麼 去應對呢 那這個步驟應該都猜到的 鹽水 但是不急 差一點點 是啊 那因為呢 剛才途道遠呢 HP是超過一半的 那所以就 咦 但是為什麼分開了打呢 哎呀 麻痺了卡比獸 運是會還的 麻痺了真的卡比獸 是啊 麻痺了真的卡比獸 是啊 那 那 但是呢 現在呢 就會 KDMC那兩隻大魔王出招 先啦 但是最初出保護 那就看一下啦 這裏我覺得 健仔如果拖得完那個氣空的話 都還是 都還是有機會的 不要放棄 加油 那這個時候 KDMC出先路 一起出先路 在閘內大最優的slot 那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其實 其實 現在呢 就是 兩隻精靈都在卡普 明明的Wing 出路 那 那 那 大最優的要打兩氣才死 那 那 皮哥遇到這個情況 KD 你覺得你是KDMC 你會怎麼打 一人點一邊最穩的 他最多是換人 或者雙寶 都是的 那 但是 Coco的slot 其實就 都保證要打的 Coco要打 那 Coco練保 是失敗了的 那這個時候卡比獸就出先路了 咦 打到Coco那裡 那 那 那如果先路再打Coco 那 那 那 因為大最優的道具是一血斤 那 所以就 會剩下1HP 那 他應該還可以攻擊一下 那應該用鹽水 打到假的卡比獸 那 打到假的卡比獸 那這個時候 Ship Wound就完了 那最後一隻究竟是什麼 終於拖完這個希空 媽生兄弟也沒有了一隻 對 對 那有正牌貨在那 好 巨招怪出來了 絕對的速度優勢 是啊 是啊 因為這個 新搬開持 那個Mega的效果 就 不同了 他就會變成Mega之後 就會重新計速度 那 所以巨招怪1Mega的時候 就會獲得這個 濕滑特性 就會速度成2 那 就會直接過一turn 就會速度成2 那 那 那大罪話 剛才也看到了 又突襲的 那 不知道 大罪歐其實都 幾大威脅 那 正如第一場 如果大罪歐升到6級 攻突襲的話 是會直接 擊殺了這個巨招怪 那他有沒有機會 暗示到 那隻正牌的卡比獸 呢 我想都難些 因為 其實如果 用衝撲 打到卡比獸 卡比獸應該都死了 地震就 不知道KDMC那隻 怎麼調 不過都應該 這個血量都應該 比較麻煩 那 KDMC呢 都要 做一 獨森 首先我們看看雙方的精靈 Mega進化 那 傑仔 Mega進化 巨招怪 速度成2 那 而大罪話 也Mega進化 變成超級大罪話 那 我們究竟 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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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個攀布的 打了去 卡比獸 卡比獸 毫無意味 卡比獸沒有死了 帶了一個鹽水 哎呀 那大罪話 是沒有照暗示的 用個pay off 打了巨招怪 哎 好難說 現在 好難 兩隻進入 特集的射程 那 究竟 他會突襲哪一隻呢 好大機會突襲了 這裏 而且巨招怪 是降了一級物攻的 亦都是 一下是收不死 這隻大罪話的 那 我們 其實呢 如果 因為現在雨天 好像還有一個 還是兩個 KDMC 有機會可能用保護 去拖了這個雨天 那 令到傷害低一點 那 咦 巨招怪 用保護 大罪歐有沒有保護呢 大罪歐有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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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拖了自己 為何要拖了自己 為何要拖了自己的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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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雨天停了 這套雙保我覺得非常危險 他現在特集任何一隻 兩隻都入了特集的射程 即是他這裏 怎樣都收了一隻 對 為何 其實剛才 為何要拖了自己的雨天 其實 其實最後一端應該是 圍下去那隻 那隻 才對 雨天其實不重要 但是 哦 毒中了 對 對 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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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MC 就用了岩濱 但是 因為傑仔 兩隻嘗試連補 其實現在呢 就是巨絞怪 無毫無疑問巨絞怪的特集的 range 其實 不是 現在都有機會的 巨絞怪一早出保護 然後拖了他的特集 拖了他的特集 拖了他的特集 然後地震 還要 quit一下 大嘴嘩 因為威嚇了一次 quit 未必死了 我覺得 具指一個